回到來了,今天是吳博的時間 吳博也承接著,上次是楊sir 都是講一些跟英國有關的議題 吳博,今天想說些什麼? 首先請曹總給我分享 好的 今天我想講英女王的聖誕文告 昨天我們也說了,你可以再說一次吧 英女王、英國國王每年都要發表聖誕文告 這個傳統應該是1935年左右 喬治五世還是喬治六世的時候 開始有這個傳統 一直到現在,每年都有聖誕文告 通常都是在皇宮預先錄影 之前一日錄影,在聖誕國播放出來 這次是查理三世第一次做聖誕文告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他的內容是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這個查理三世 其實他是一個左膠 一向都是左膠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罷工 就是護士罷工 就是護士司機的罷工 但是他就在文告裡面 他說明是支持醫護 支持公共服務的人士 就是公務員、醫護 我不知道是警察 類似這些人士 其實我覺得是暗撐家人工 和暗撐白工 這是大家不同的看法 但是關於聖誕文告 其實也是有些 研究是做過的 就是跟聖誕文告 分析書本身內容 Tab baik ⋯⋯ 就是其實我有 tried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很少 有兩個大陸的學者, 浙江大學的學者 有分析過, 為什麼他做了研究呢? 他就是比較英女王的聖誕文告和美國總統的聖誕文告 究竟有什麼分別? 是1967年到2018年的聖誕文告 竟然是一個來自中國的學者做這個研究 有什麼研究?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不清楚 無論如何, 他刊登了一些國際期刊 我想問這本是什麼期刊? Glocktomatics是什麼? 這本是什麼期刊? 是用一些統計學的方式去分析一些文字的一本期刊 好, 先留意一下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他分析了幾方面 比較美國總統的聖誕文告和英女王的聖誕文告 有幾方面 某程度反映了英女王和美國總統的角色 和英國文化的情況 這是第一張圖 這個圖是說什麼呢? 他就是比較 藍色線 藍色線是英女王 伊利西八如世 這個橙色線是歷任的美國總統 他分析了聖誕文告 他用詞是否很豐富 那些用詞是否豐富 有多豐富 他一直看了這麼多年 1967年到2018年 大家看到 在很多時間 英女王聖誕文告的用詞 都是比美國總統豐富很多的 代表了什麼呢? 就是他用了很多不同的生字 在他的討論上 大家怎麼看到呢? 我剛剛找到一個例子 就是今年查理斯 和美國總統拜登 他也發表了聖誕文告 其實 我剪了兩段出來 其實他說的話 上次幾乎是一樣的 但是你看到 查理斯的用詞 是比較深一點的 例如這一段 藍色就是查理斯所說的 他說聖誕節 當然是聖誕節 當然是基督教的慶典 當然是基督教的慶典 The power of light overcoming darkness 光明戰勝黑暗 其實這件事 是全世界 都會 across the boundary of faith and believe 超越信仰 和信念 全世界都會 去慶祝這件事 光明戰勝黑暗 所以 Whatever faith you have 無論你有任何的信念 或者你沒有信仰也好 It is a time This life giving light 我不知如何譯 總之就是 又是 有生命的光 以及真正的人民關懷 That life in our service to our 即是我們服務其他人 我相信這件事 I believe we can find hope for the future 透過這件事 我們可以對未來充滿希望 你看到我都說得很巧合 因為真的挺複雜的 Let us therefore celebrate it together and cherish it always 我們就一起去慶祝 去珍視這件事 挺複雜 但是你看到美的總統 很明顯是簡單很多 他就說 The Christmas story is at the heart of the Christmas 當然聖誕故事 當然是聖誕節的核心 Christian faith But the message of hope, love, peace, and joy 這些是普世價值 希望、愛、和平、喜樂 這些全部都是超級的 其實說話很相似 It speaks to all of us Whether you are Christian 無論你是基督徒 你是猶太教徒 你是印度 你是伊斯蘭教 還是佛教徒 還是任何的宗教人士 還是你沒有宗教信仰 It speaks to all of us as human beings 即是我們都是人 Who are here on earth to care for one another And look out for one another And other to love one another 即是我們無論不是基督徒 我們任何信仰也好 我們都是人 我們人應該是互相關顧 去照顧大家 你看到美國的聖誕文 用的字是比較簡單的 這裏呢 剛才吳博都提了 當然他統計學裡面 如果他純粹用統計 當然是數數目 因為他用學家術語 就是說 其實數字出現的次數 或者甚至是把這麼多篇文 裡面 將一些 我想可能他都用 联工智能 或者用人手 將一些字抽出來 就是這樣 如果我只看這兩篇 其實你覺得這兩篇本身 他想表達那個異象 那個深度其實很不同 但一篇的異象 其實他不是單是一種節日的慶祝 甚至其實他利用節日的慶祝 所以我會說 剛才提到的就是 一個深眠之光 或者充滿希望 或者節日帶給你的一種能量 如果用回我們 就是心心靈述業 但你看到美國那一種 基本上都是一個 我又不會說他氣的 但是我一定向他他嘗試 希望的愛和平和喜樂 那些都是糟糕的 所以如果 就算你說 我說 如果是從一個內容分析的角度 看看你怎樣看內容 究竟是那些 漂亮的字出現多 還是他說的內容 你當然在說內容的鍵 那麼當然 你前者利用節日 來折射人類美好國的一面 還有後者講回 我們慶祝這個節日 不同種族 或者其實被人的印象一拍下來就看到 美國總統基本上是一個 反正在美國本身我們都要不明白 在美國我們不能夠說聖誕快樂 因為實際上其中一個是政治不正確的做法 所以怎樣處理聖誕節期間 例如說李總統會有節約的民國 如何處理上色 是否能夠說太宗教性的事 因為你所見到聖誕節的宗教 宗教能夠給予那種價值觀 在美國民國裏面不能夠出現這樣的套路 所以是說一些很大外、很大圍的價值觀 處理了節日文的內容 我的看法就是這兩篇文章 其實用字的深淺程度是相若的 如果你明白第一篇的話 第二篇也會明白 兩者差不多 但意境的確是第一篇的比較好 例如第一行 The Power of Light Overcoming Darkness 這是第二篇文章 有畫面的 1950年代 其實推行了一個英語簡化運動 我是見過它在《Royal Stationary》 那個書局裏面 其實出過幾個版本的 叫做什麼 《Simple English》 那些書名 我都有一兩本是搜的 它是告訴你 簡單的英語才能夠容易溝通 它是鼓勵你用字淺 在《Simple English》的情況下 做到一個心理的效果 這個紫色這一段就做到這個 所以其實 如果以英語的水平來說 第一段是好第二段 是的 因為其實英式的英文 特別是皇室用的英文 它都想有一個形象 就是描述出來 但是它是比較荒蕪 有所謂皇室的體面 就是英文 比較文雅一點 典雅一點 這個總統是一個政客 當然是盡量 而且我反映這件事 你這樣說 我經常想起 以前我們 譬如我教過英宗 我看到英宗歷史科教訓書 我用的那本就是 七成市長用教徒那本 那些英文是超心的 英文其實我覺得 不是中學生育 但是我覺得來到英國 有時候去書 看人家的教科書 那樣的東西 為什麼香港的英文教科書 寫不了英國的英文 那種淺白 但是能夠帶出內容的水平 那是因為香港的那個 是香港人寫的 其實它掌握不了英文的神韻 所以簡單來說 是亂用字的 對 但是你剛才那個 吳博 展示的圖表 就是去到2017年 我想如果你去到 包括特朗普後面的幾年 那個距離更遠 哈哈哈哈 是啊 因為特朗普 他有他的特色 就是Win Win Bigley 其實沒有Bigley 這個字 大家明白為什麼 很簡易黑 特朗普是有他的魅力的 的確 那種草根的魅力 草根的魅力 草根的魅力 是的 他就有個統計 就是說 究竟在那篇文告裡面是說 Happy Christmas 還是Merry Christmas 他就發現 英女王主要都是說 Happy Christmas 好少說Merry Christmas 但是美國總統 多數都是說Merry Christmas 極少說Happy Christmas 那 其實他有個解釋 大家其實不知道 深深深 就是 什麼原因 就是 有個緣故 就是原來 英國就是有一個 沙士比亞 沙士比亞 有一個小說 叫做The Merry White of Windsor 中文就叫做 Win Sa 的蕩婦 或者是淫婦 Merry White 是的 Merry White 所以他們覺得 Merry 這個字 是嗎? Merry 不太喜歡用Merry 他覺得Merry 這個字 因為有一個性的 不是很典雅的意味 所以呢 特別是 有這個沙士比亞 他就說 是溫沙的蕩婦 其實就不是說溫沙寶 或者是溫沙皇室 但是人們都聯想到 因為現在的英女王 是House of Windsor 就是溫沙皇室 我認識一些女性朋友 是用Merry 做名字 哈哈 哈哈 其實沒有什麼 因為Merry 這個字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就是 開心 原來是這樣 喜樂 也是叫Merry 嗯 所以呢 英女王 喜歡用Happy 多一些 這個就是 其他笑話 這個要告訴香港的教學朋友 不要看到別人寫作文的時候 說Happy Christmas 就打人家 Happy Christmas 其實是對的 不是錯 不可以打敲 英文老師 Angie 哈哈 哈哈 這是其中一個趣事 是 另外一個 差不多最後了 就是 這個可能比較嚴肅一點 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叫做 就是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 他看看整篇 都是用一些統計的方式 看看整篇聖誕文告 它有多少個主題 嗯 他就是 橙色就是美國的總統 下面有不同的總統 就是 尼克遜 詹森 或者是特朗普 也有一些 奧巴馬 那 藍色這個 就是 這個拍影圖 就是 伊麗莎伯女王 那條拍影越高的話 代表 他的主題越明確 就是單一主題 整個演講 那條拍影越低的話 證明他那些主題 比較分散 就是 不同的主題 也有些 都回答到演講裡面 那 他就怎樣解讀這件事呢 就是說 因為美國總統 他是一個有實權的領袖 他真的可以做到政治決策 所以他有時候會透過 那個聖誕文告 去表達他的政策的方向 或者一些政策措施 或者他一些想法 很明確的 要去表達出來 那就是 例如今次 這個 特朗普 就是拜登的發言 其實他 如果大家上網看到 他會發現 他有一個比較鮮明的主題 就是說 就是 我們美國現在很分裂 共和黨 民主黨很分裂 我們要團結 就是 他說了很多這些 當然是訊息的 嗯 而 就是 英國王室他的 speech 就是比較面面俱原一些 什麼都可以說一下 就是 世界要和平 國內 就是 生活成本上將 要幫助一些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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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戰爭 我們要去照顧一下 就是 他 比較面面俱原一些 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 因為英國女皇 這個皇帝 是沒有權 是沒有實權的 就是 他當然是說一些 就是 就是 比較濃的東西 就是 圓滑的東西 每樣都說一些 就是我們世界和平 希望 關固弱勢 就是 一些比較 general的東西 就會多些 那你這樣說呢 這也是一個有趣的觀察 你這樣說 我又想起一件事 我其實今天 下午出去買東西的時間 經過報紙檔 我看到一些報紙 基本上每一份都在說 查理三世的聖誕文告 他們的頭版那個 我就是想起你剛才說的 為什麼這麼 general 有一份報紙 我忘記哪一份 他就說 查理三世聖誕文告 讚賞NHS護士 我問 蛤? 這是什麼? 這個筆怎麼打出來 這份是全副性報紙 不知道哪一份 所以 如果是這樣 那時候 我想你剛才的分析 都對的 就是 根本沒有一個 根據被人抽出來 去做題 隨便去說 一件應接的事情 這個就是 核子摸象 那樣 哪一句 對 你拿來做標題 反而是反映了 那份報紙的立場 沒錯 其實你都可以這樣說 你說他左膠 我都可以說他右 因為他一開始 他就說 讚賞了那些 救急扶危 那些 就是 頂替 那些 罷工的醫護 那些 那些軍醫 他先讚賞他們 那你可不可以 說 如果你說 拿這句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影射 等於影射那些人 罷工那些人 就很自私 但是你又這樣說不到 因為其實他後面補了 其實他面面俱原 首先 他讚賞了那些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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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軍醫 跟著 又讚 那些 跟著又讚 那些 就是現在 拼命 為家 為生計 去交 那個 pay the bill 那些這樣的人 其實都說 他們都是為家人 這樣 其實 他這樣說 是面面俱原的 因為 我想 英國的國王 他都要保持中立 他不可以介入 現實政治 他又不可以支持 很鮮明地支持 麥克的黨派 雖然查理斯 都是有些左交 左交傾向 可能支持工黨多些 但是他不可以 說明他支持工黨 他說的都是 圓滑一點 面面俱原 反映英國王室 在英國政治的角色 或者這樣說 其實 每一年 王室的民告 本身 他一定不可以太政治化 因為實際上 你無論是碰到政黨 或者碰到一些政治上 比較 負真意性 譬如說 罷工不罷工 各樣東西 我想這件事 特別是現在英國王室 絕對不想碰到 因為 王室自己本身的家裡 都已經快斷了 大家都有看 Netflix 都知道什麼事 第二件事 如果特別看回 由英女王到查理斯 他是很強調 英聯邦 當時英女王 當然英女王 早一兩年 可能因為 非日侵華去世 可能說多一點 家裏 但如果你說 說幾件事 就是 英國王室 作為整個 英聯邦的頭 他不斷強調提供文化社會教育功能 第二件事 是說很多環保 查理斯是環保家 環保家是很重要的議題 第三件事 也是很傳統價值 就是 現在正在做一些所謂分析 在做某個調查 有些實訪者覺得 其實來到英國 是找回香港80年代之前 是夠有那種價值 大家好像很互助 所以你也會看到 其實在整個英國王室裏面 例如斯坦文告本身 不能夠政治化 其實不是代表他的文告 是沒有東西看的 人家有些東西可以看的 他有一些比較高層次的政治 他不是超越黨派的一些理念 在那裏面達出來 補充剛才Benson有一句 就是說 其實他要小心一點 面面區元 其實在英國 在戰後 其實在前面 也有一個廢棄的傳言 現在可能會好一點 但始終王室那邊 是要很小心 不可以做錯任何事情 被公眾拿著 因為你不知道哪件事 是會撻著民眾的 所以其實他 譬如說 假設Prince Harry 現在做了這麼惡居的事情 其實他是要很小心去處理 不要被別人去罵 所以其實他要跟他說 清界線的話 譬如Netflix那些事情 他完全不可以報道 也不能亂說 不亂說話 其實已經是一個技巧 你要忍住口 所以文告上 趨勇於保守 其實跟這件事是一致的 嗯 是啊 好 不知道還有多少時間 還有一個表 是嗎 你看完這個 這個也很簡單 其實他統計了 英女王在聖誕文教中 用什麼字最多 其實就是 有一些無聊的字 就是year Christmas 大家一定會說 但是有些字 比較特別 他也提出了 就是說 人 世界 家庭 生活 日常人的生活 說小孩子 兒童 希望 幫助 這些都是比較多 多提的一些字眼 那麼 他有一些例子 就是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年說 他有些例子出來 怎麼用家庭呢 他有幾種方法 就是講家庭的時候 就是講 The wider family of nations 那些人 特別是在聖誕文 那些人 那些人 這就是 剛才Benson 說了 英聯邦 他會說 用家庭去形容 英聯邦 那些國家 這是第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 就是他 都是講一些 平常家庭的事情 就是他講一些 家庭就是想講 拉近的皇室 和普通市民的距離 因為講家庭生活 都是比較平常 Christmas is for most of us a time for a break from work for family and friends for present turkey and crackets 就是去玩 去吃火雞 和我們的家庭朋友聚會 就是聖誕就是這樣的時間 I first came here for Christmas as a grandchild Now a days my grandchildren come here for the same family festival 就是他贏的聖誕是一個 家庭的節日 這句話其實很多人跟我 你知不知道 這句話 剛才第三句那句話 其實是暗示給你聽 英國的皇室傳統是很長久 是啊 也是 這句話很棒 是啊 我出生 我來到這個時候 我是一個grandchild 我的孫子已經在這裡了 即是經歷了三代 其實不是三代 是四代 四代 是的 這句話就是說生活如何使用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y we live life with all its challenges, sadness and joy is ours alone 即是他說生活其實是有很多挑戰的、寂相的、有很多喜樂的 都是說生活的事情 即是說生活要正直 生活和家庭的議題都頗受歡迎 即是在英女皇的正代文告裏面 都是一種方式 可能是拉近黃室和一般市民的距離感 亦是令到黃室是大家的一個象徵 其實都是跟市民站在一起的 一個感覺去表現出來 嗯 OK 那麼 這些就是我看 在這個研究裡面 他想表達出一些 究竟英女皇的正代文告有什麼特色呢? 嗯 而且剛才你說回國室 最近也看到一個香港人的製作節目 就是訪問這裡的英國人 其實有一集也有說到英女皇家庭時 問一些英國人的看法 他發現到原來覺得英女皇家庭 反而是對一些可能是四十多歲 遊客 或者我們依然來說 是特別有一種感覺或者感情在這裡 反而你問回這些年輕的 十多二十歲 或者是三十多歲的那些英國人 他覺得對於黃室是完全是覺得不好的感覺 或者頂多都只是覺得英女皇家庭 好像家裡的一個早母一樣 所以這次吳博介紹 當然是一個學術性少少的內容分析的文章 但其實也看到 黃室在未來這段日子 面對他可能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是不斷會跌的話 他如何在英國在這個環境下 繼續能夠 我未必去到新傳這麼嚴峻 但如何是仍然維持著一個人民眾可以接受 或者不會出錯的形象 剛才曹總說 每一件事都要想過度過 不能走錯 都是一個未來查理斯三世要面對的挑戰 是的 不過日常生活中的確沒有人說黃室 當然這年會比較多 因為英女皇世世 或者他在位七十周年 當然是多很多人討論 但平日生活中真的沒有人說黃室的意思 就當作是不存在一樣 這件事實在有好處 但我覺得是有好處的 好處就是 黃室不會這麼介入政治 這麼介入日常生活 變成不會儘量減少爭端 如果黃室本身是社會爭端的來源 就很危險 隨時覺得你不適合聽 就不如我們公投廢了黃室 如果黃室這麼不聽話 或者這麼多問題的話 盡量低調也有好處 黃室的定位其實就是第一 低調 第二就是你看回他們不斷出訪 其實他們是去很多英聯邦國家親善的 所以其實他們是在做很多社會的事 他們還有很多基金 那些事在做 所以我想他們是一個制度性的行為 多於一個個人在美國的表現 所以他們千萬不要有什麼大事出錯 不要裡面有什麼二五仔白癡 最近大家都知道 近來最大的話題是 打到Facebook就說 你竟然熬了那六集的東西 真的看了嗎 不是啊 很多朋友都很驚訝 那些人說 我一集都看不完 你竟然看了六集 你都很晚了 我看了五集 其實看的話 真的 你看報道也夠了 其實我覺得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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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